兩岸關係的未來論壇 我們將由全國臺灣研究會研究部主任 顏俊主任為我們主持 各位好朋友 大家下午好 剛才跟上午我們聽的三位主題看見人 非常精彩的演說 還有八位女唐人對兩岸關係的過去 還有現狀做了非常深入的分析 我想大家可能更期待的是 兩岸關係過去是怎樣 現狀是怎樣 未來會怎麼樣呢 我想可能從某個角度來講 就是說對兩岸關係的未來 可能最有資格做評論的還是兩岸的年輕人 我記得好像不止一個政壇的老人家說過 說這個世界是我們的也是你們的 但鬼根道理是你們的 這個是客觀規律的 所以我想接下來我們要聽六位非常優秀的 來自兩岸的年輕的學者 因為主播單位告訴我 說他們都非常年輕 說年紀最大的也不超過 也是三十幾歲 所以我本人也非常期待 我想是這樣 因為主播單位有交代 咱們還是把更多的時間 留給後面的Q&A這個時間段 咱們每位旅唐人發言不要超過十分鐘 這樣咱們可以留更多的時間 最後大家來互動一下 我還是先把今天六位旅唐人做一個簡單的介紹 第一位是台灣歐盟中心批心長 鄭嘉信先生 第二位是我的同仁 全國台灣研究會研究部副主任 李克先生 第三位是政治大學韓國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 陳奇昂 第四位是中國社會科學院台灣研究所政治研究室助理研究員 陳貴欽先生 第五位是兩岸政策協會研究員 張宇韶先生 張宇韶先生 第六位是政治大學東藥研究所 王敬志博士 我們很歡迎他們的到來 然後我們現在就開始 我們就先有請鄭佳琪先生 鄭佳琪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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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我要感謝台語論壇書記理書董事到 移民科大學兩岸研究中心的楊主任 邀請 然後在這邊 也看到很多兩岸 平常在文章上看到 然後在電視上看到這些先進 然後今天非常開心有這個 機會來代表所謂的青年 學者我講的 也不理解 來 就是來 分享一些我們來看 那身為青年人 在台灣首先主要鋪手一下 就是我們要惡搞一下 首先我們要非常敬佩 這個主辦人單位對於這個場所安排 為什麼 因為第一個 他也點出了 兩岸關係的未來是嚴峻 因為 我們在這個 嚴主任的組織下 在嚴峻的 這個 控制下 我們 對於兩岸關係的未來 感覺上 有一個嚴峻的情勢 再來 一開始 每個人就十分鐘 所以時間 是非常緊迫的 兩岸關係的未來發展 感覺上我們有時間的壓力 當然這個 這個 我們會更佩服這個 蘇比老師的這個 這個 小廟設計 從 我們幾個 就是語彈人 我們的名字裡面 大概可以點出 這兩岸關係 未來的 這一些發展 第一個 值得慶賀的事情是 什麼 安定 有一個安字 安定是兩岸關係 清楚的 有一個親字 清楚的 戰略的目標 那需要的是什麼 需要的是韶 韶什麼 韶光是指的是青年時代 就需要青年日到 最後一個靜置 智 智慧 所以特別安排這個 我們青年學長 希望我們從這個 有六七年的智慧 來分享一些 兩岸關係的未來 那我就從這個 我的提供大提 就是有在這個 會手冊裡面 大概就是我要講的東西 就基本上都在裡面 第一個 不同的對象 我們感覺上 對兩岸關係的未來 疏忽有不同的看法 通常出來台灣的 這些國外的房兵 第一次來台灣的時候 對兩岸關係不是那麼熟悉 他們在最後 一定會問一句話 這個台灣自己自身如何看待 兩岸關係發展 因為他們不熟悉 所以那到底台灣怎麼看 我們自己的未來發展 甚至在這發展給一個 期見五年或十年 他會覺得這比較容易回答的感覺 但事實上 大家實在是不容易回答 所以我們通常在那時候 我們就會用出一個尷尬的表情 這個問題啊 大概在講了三天三夜 也講不完 不然就是說 如果我能夠回答這問題的話 肯定我就不會做 怎麼跟大家交流 因為我就被跨公司請去 做這個風險的分析啊 我今天可能拿倒是諾貝爾講 所以 這個 對於這個 國外的這個學者專家 問我們自身的 對怎麼看待兩岸關係發展 我們大概則議 所謂的民主自由的 這個台灣 是兩岸關係發展 不可缺少的要件 民主跟自由 跟大陸學者交往的時候 我們聽著跟自己 年紀相仿的學者談論到 這個 以待一步下大陸未來發展 這個種種的配套 台灣這麼小 就 理念這個 天安在這個一小女 也不願意攜手 復興中華 共存中國夢 他們覺得 這 這不是靈性學者 你們 太不可惜了 我們提供一個 繁榮富裕的道路 你們怎麼跟隨我們 一起共創未來 但是我們這時候 也會再尷尬的說 你也知道台灣 是一個多元的民主社會 台灣對自己 自身的定位 有人說 我們是美國軍政府架構下的 台灣民政 美國也出現 但是也是有人 這個 認為說是 台灣是中華人共為武的一部分 所以基本上 這個光譜 什麼主張在台灣 都是可以接受的 只要他們違法 或是可以有散到 基本上 你要講什麼都可以 我們只能說 反過來說 我們當然希望 兩岸是 這個 自由 繁榮的 那我們就要問問 大陸對於自身的發展 有沒有什麼期望 如何解決 經濟快速發展之下 對於自己自身 社會的衝擊 我們也不希望 我們參與以後 發現 大陸的社會 比我們想像 來的更複雜 我們自己的問題 已經解決不完 我希望再加入 一些複雜的因素 面對台灣 這個我們因為在 中心在台大 大家知道這個 這個太陽花的時候 台大社會院 是這個 對於參與是非常積極的 我們面對這個 學生說 我們自己的國家 自己就 這個 依然是一對 這個 國家未來的主 主人偶之之 來 這兩岸關係 應該怎麼樣怎麼樣 我們這時候 還是會跟我說 尷尬的關係 第一個 我們覺得 這個 我們的親孫 似乎已經一去不回了 看著他們 想想 好像是當年的自己 好像自己跟青年的 越離越遠的感覺 有點 有點尷尬 那這個 這個 或者我們就會 以過來人的口吻說 你說得非常好 但是落實 你們所謂的理想 跟現實之間 到底 這樣 你沒有什麼樣的路線 你總要有一些 可實踐的方式 那兩岸關係 我們就會試著 說服他們說 兩岸關係的發展 不非不是全然 操縱在我們 需要多方的支持 美國 中國大陸 但是呢 對於 維持當前 兩岸人 台灣人民 享有的生活方式 事實上 他們 是他們的堅持 也是我們大家 共同的話 所以你會發現 面對三方的 這個 不同的對象 大家可以分析出 三個要求 第一個 民主 第二個 自由 第三個 繁榮 民主 自由 繁榮 大概是我們對於 兩岸關係 未來發展的一個期待 民主 向來是民進黨的主張 也是台灣多數人 所謂台灣價值的一個制衡 經濟 通常是 企業或國民黨 認為說 兩岸就是要繁榮 但是青年人 對自己的期望 就是那一份 享有 不受拘束的自由 不管是 太陽花 不管是 對於本身 在社會的 這個處境 他們都想要 擁有一份自由 這個自由是 他們在面對中國大陸 發展的期間 沒看到 特別是在香港 事件以後 對於青年人的衝擊 事實上更加深 最後一分鐘 我想 大家都知道 這個台灣 我們現在 網 網軍 網軍非常盛極 如果是一塊網路的民調 青年意見 如果我們看台大的PP 網站來看的話 大概有95.61%的支持 我是台灣人 可能是中國人 只有61票 只有0.53%的選票 是支持 我是中國人 大家一定會說 那中間這個 應該還不錯吧 很抱歉 也不過只有443票 佔了三年發展 所以說 如果從網路的 民意調查來看的話 青年人 確實對於自己 是台灣人的傾向是比較多 當然剛才提到 台灣指標公司 或是政大學員 中心的調查 也大概印證了 這樣子的看法 面對中國大陸的 政治 經濟情勢 經濟力量的發展 對 我們剛才 早上的校長 其實都會感受到 對於九合一大選 九合一大選的這個 結局是認為說 這個對台灣 未來發展 是有比較憂鬱帶於樂觀的 那既然是憂鬱的話 可能採取的手段 就會比較偏向於負面 可能是 就是我叫我吃 吃軟 不吃 我就叫你吃硬 如果有這樣子的情勢出來 我們怎麼能夠樂觀看待 兩岸關係的發展 總結來說 我們 當然 身為台灣的年輕人 我們希望對岸的同胞 也希望能夠一起分享 一些我們自己的看法 台灣當然很希望在 自己的發展當中 作為這個能夠駐足的厲害關係 不是台灣的主決定 但是我們是一個厲害關係 當然沒有人希望是被 命運擺佈的棋子 但是 中國大陸的同胞 能不能跟我一起分享 這樣的看法 民主自由繁榮當中 如果 一定要他們選擇一個的話 我想多數的台灣青年 會選擇自由 民主對中國大陸來說 有一點點太擁有 繁榮有些時候 如果沒有自由的繁榮 對很多台灣青年來說 他可能可不一樣 所以 時間到 感覺到 嚴峻的壓迫 我就 先發言大使 謝謝 好 感謝 家信兄非常有深度 而且分具幽默的發言 我們現在請 李賀先生 尊敬的各位學術前衛 學術先進 大家嚇我 這一場 其實我認為 還是蠻難的 聯合關係 未來 這樣一個預測 剛才 嘉信兄也談到的 是很難預測的 如果大家都能預測到現在 大家都是 不會坐在這邊了 我只能談一點 我個人的一些想法 或者是我能看到的 未來發展的一些形式 首先我認為 聯合關係未來的發展 是與全球的這樣一個 政治格局的發展 演變 以及大陸和黨內 政治局的一個發展 密切相關的 它不是孤立存在的 首先我要用一個 這個傳統的哲學上的一個 就是萬事萬物都是普遍聯繫的 那麼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下 尤其是在目前的這樣一個 全球化的一個發展形式下 任何一個國家和地區 它的未來發展都離不開 國際政治格局 這樣一個大的背景 那麼兩岸關係一路走來 其實一直都是處在 世界格局的變形之中的 那它永遠不是孤立存在的 包括上午有 這個學員談到的 所謂的這個 台北端交也 那這些很多 不僅僅是兩岸之間的問題 更多的是一個 國際政治格局 發生轉變時候 出現的一些情況 在這樣一個大的背景下 兩岸之間 剛才佳庭中談到的 所謂這樣一個 台灣追求的這樣一個 民主自由的這樣一個價值 實際上我們認為 不管是大陸社會也好 台灣社會也好 大家其實都有這樣一個領想 都是希望民主和自由 但對民主的這樣一個理解 是不同的 為什麼會有這樣一個不同 是因為目前全球的這樣一個 政治格局 擺脫意識形態對抗的這樣一個狀態 那麼台灣大陸是處在這樣一個 世界遊戲規則之中的 所以兩岸之間 是始終會存在這樣一個對立的 這樣一個格局 但同時另一個方面 和平穩定和發展 也是全球人民所追求的 那麼也是兩岸人民未來需要 能夠希望去維持 那麼所以我認為 未來的兩岸關係發展 應該說是在對立和合作中 對立與合作是並存的 機遇與挑戰也應該是並存的 這是一個大的一個背景 第二我就是談一下 就是未來兩岸關係發展 可能會面臨哪些挑戰 那麼這個也是從 目前的一個兩岸關係發展 形勢也會導出來的 首先我認為可能會有 是兩岸關係發展模式 出現一個轉型內的壓力 那麼兩岸的這種政治性協議 短期內比較難以展開磋商 那麼兩岸的經濟社會文化 等領域的這種合作交流 也是越來越難以迴避 相關的政治議題 那麼相關協議的簽署週期 也會越來越長 特別是目前島內一直主張了 這樣一個兩岸協議監督條例 一旦他要是正式出台 那麼對兩岸未來這樣一個協議簽署 造成一個制度上的嚴重障礙 那麼目前存在的這樣一個兩岸兩會 一年兩次每次大概兩到三項協議 這樣一個緊張期 我覺得可能會過去慢慢的兩岸關係 所以協議拉動起來的這樣一個模式 需要一些新的增長點 需要其他的一個轉型 那麼第二個挑戰大概是兩岸關係發展 面臨著目前台灣體制內制約和社會運動衝擊的 這樣一個新挑戰 那麼台灣的朝野在兩岸交流中 始終都主張民意監督 立法院監督 那麼這些呢 並且將他的監督對象 也逐漸地從兩岸的這樣一個政治議題 逐漸向經濟議題賣引 並且向兩岸的文化議題 甚至是社會議題 這個前進 那麼這樣的話 兩岸關係的發展可能會受到 這樣所謂立法院的合法性的 這樣的一個制約和阻礙 而兩岸制度上的差異 我們剛才談到的 也始終是成為台灣抗拒兩岸和平統一的一個藉口 那麼台灣社會運動高漲 也成為了兩岸關係發展的一個 影響兩岸關係發展的一個重要的因素 第三個方面是一個去中國化的這樣的一個教育 那麼我認為它的一個後果已經開始逐步地顯現了問題 從去年的太陽花運動 包括到九回一選舉呢 其中看到的主要 中在前面的台灣的青年朋友 大部分都是接受分離主義教育這樣一代成長起來的 那麼它基本上與大陸這樣一個80後的這樣一代人 是基本上相當的 兩者之間存在的很大不同 其實面臨的不是社會發展上的不同 更多的是一種教育的念上的不同 那麼過去的這樣一個去中國化教育的情況 如果未來發展中沒有一個新的變化的話 我想可能 所謂現在的一個認同上的問題會欲言欲利的 最後我想提一點建議 就是 要想兩岸能夠在這種 真正在行動上做到求同存意或者是聚同化意 首先我覺得首先要從思想上做到一個什麼呢 就是重囤輕易 因為大家其實一直在凸顯的就是兩岸之間的差異性 那麼共同性還能比較少 我想為什麼這樣呢 其實 其實張志堅主任說了一個非常好的一個名詞 就是臺灣的隱形社會 臺灣的隱形社會和顯形社會不同 顯形社會和大陸之間好像差異蠻大 格格不入 但是隱形社會我們來看呢 我舉幾個例子 來看一下 臺灣已經受到什麼樣的狀態了吧 臺灣是一個人情網路的社會 那麼基本上傳統的這樣一個人際關係 是社會交往的一個重要能耐 那麼臺灣的政治運作中也基本上衝刺著 這樣的一個派系之間的合同連橫 還有政治人物之間的這樣一個群帶關係 那麼政治選舉中也是基本上充滿了這樣的一個 莊角派系啊包括紅白市啊這個面子票等一等一樣的一些情況 那麼選民也基本上是比較容易受到一些非政策性的因素 和人際圈子的一個影響 那麼包括這一次的太陽花學運中 這個所謂的這樣的一個 新媒體介入這樣的一個模式 實際上也是利用了這樣的一個圈子的一個文化 那麼其實大陸也是一樣的 這個兩岸的這樣的一個文化體面是一樣的 那麼臺灣也是一個目前高部流動的這樣一個流動社會 那麼在現代化都市發展的一個情況下 人員流動基本上是一個世所必然的 大家都是希望能夠到更好的地方去生活和發展 並且希望能夠享受更多的更優質的這樣一個資源 那麼臺灣的民眾也大部分開始從南往北跑 那麼從農村向城市流動 那麼很多這個住在南部 然後我們已經在北部上班的人也是不在少數的 因此其實 台灣是一樣一個政治上的北藍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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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藍的 面临一些所谓的认统上的一些问题 那么这种在地化的一个发展 第三个例子就是台湾也是一个问题凸显的现代社会 那么台湾面临这样一个经济发展转型 社会贫富差距拉大 高房价高物价环境保护等等这些 但这些问题都不是台湾所独有的 也不是某一个政党领导下发生了这样一个情况 它更不是两个关系发展造成的 而是一个现代社会化发展必然出现的一个客观现实 那么在全球化和现代化这样一个格局下 很多这样的问题都是在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 包括大陆也是出现很多的 也是大家高度关注的 那么这样的一些情况呢 我们说能不能把大家关注点 更多放在这些共同的这样一个社会模式 共同的这样一个文化传统 以及共同的生活问题上 大家去相互的理解 相互的支持和相互的借鉴 相互的发展 共同的发展 那这样的话 两岸关系才有可能有这么一个向上提升和向前发展的这样一个空间 所以呢我想希望的一个呼吁就是两岸的青年人 代表着两岸关系发展的未来的力量 能够更多的是一个众鸣亲密 能够去更加注重两岸社会之间这些共同的点 让我们少谈一点这样的差异 甚至是更不客观的去对待这样一个差异 好 以上是我的报告 谢谢 谢谢李柯 谢谢李柯 谢谢苏董事长村主任还有主办单位的邀请 很荣幸能够参加这一次的论坛 我今天主要谈的主题是两岸关系的变与不变 我讲要从三个面向来谈两岸关系近年来的发展 是两岸关系的变化 变力跟思变的过程 在两岸关系的变化的部分 从1987年政府宣布解除戒严命以来 开放大陆探亲 两岸的人员有了实际上的交流 那么在1999年的时候有10万多人次 是从大陆地区的人民来台 2007年的时候到22万人次 8年之间成长两倍 但是接下来的2008年24万人次 2009年的89万人次成长了3.72倍 在一年之间就有这么大的变化 到了去年底 2014年有384万人次的大陆地区人民来台 观光交流学术商务各种的往来 那么在贸易量的部分 台湾对大陆的贸易量 不管是在进口或者是出口 都几乎是一个逐年增长的态势 那么从这个跟前一个年度相比的 这个数据来看 出口的金额在2009年减少18.9 2012年稍微减少3.8% 其他基本上是一个逐年成长态势 那么在进口的金额方面也是一样 在2009年大幅减少22.2% 那么一开始我在看到这样数据的时候 就有一个疑问 为什么在2009年的时候 有这么明显的一个衰退 那实际上是在2009年 有全球的经济不景气 或者是金融风暴影响 同样还是看这样的数据 2009年即便台湾对大陆的贸易有衰退 不管进口或出口 可是衰退的幅度 其实还是稍微小于 台湾对外贸易的平均值 也就是说两岸关系在贸易上面的发展 当然有受到全球景气的影响 但是这个影响是低于 台湾的全球贸易的这个状况 所以两岸关系其实发展到一个稳定的地步 在贸易顺差方面 台湾对大陆不含香港贸易顺差 在1998年的时候还是负的31亿美元 2014年去年底已经是有顺差341亿美元 那么如果从香港跟大陆一起放进来比较的情况呢 在2004年开始 我们对大陆的贸易顺差 就已经超过了全球的贸易顺差 那么从2014年去年底的数据来看 台湾对大陆的贸易顺差341亿美元 占台湾对全球贸易顺差的86.2% 台湾对香港贸易顺差408亿美元 占台湾对全球贸易顺差的103% 如果把大陆跟香港完全的加总起来计算的话 台湾对大陆包含香港贸易顺差 远超过台湾对全球贸易顺差 这些数据都显示出两岸互动互赖的一个趋势 这个是变化的部分 但是不变的是民众对于两岸往来的互动过程的结果 还有最后产出的一些效果 仍然是有不同的偏见跟争议 那么第二个部分是在于所谓的便利跟不变的部分 自从2003年台湾春节包机直航开始 到了2009年的8月底 有所谓的定期直航班机 目前最新的资料是每一周已经有840班次的两岸直航 从另外一个数据是这个所谓的陆生来台 从2010年8月立法院通过了所谓的陆生三法的修正 2011年开始有这个陆生可以来台就读 这个都是属于两岸的往来便利的部分 但是其他不变的地方在于 譬如说陆生在台求学期间不能从事专监职的工作 那么这个健保的部分 如果是外籍学生来台四个月 等待期四个月过了以后可以加入健保 但是陆生仍然被排除在外 这是对实际上两岸的交流造成不变的地方 那么如果从观光的这个数据来看 2008年7月开始开放大陆地区人民来台观光 但是如果是从事所谓的团体的专业跟商务的交流 仍然有非常多的限制 包括必须进团出的团体行动 那么行程变更的时候必须要线上的更新 甚至在台停留期间 不能超过当初申请的日期 即便它在签证有效的范围之内 在台的停留期间 不能超过当初申请来台的五天十天一个礼拜 那因为在2011年的6月28号 已经开放所谓的来台观光自由行 在专业人士来台 我们可能担心会有所谓的国家安全社会治安的疑虑 随着来台自由行都能够申请的情况之下 是还需要加租这些不必要的限制 也就是如果会出问题 自由行就会出问题了 那现在政府在2011年已经开放了自由行 对于专业人士来台 是否还需要有这么多的限制 第三个便与不便的部分是施变的过程 因为国内对立两岸关系发展产生的偏见跟争议 其实这主要是政府跟民众 对于政策的施变过程和结果 有不一样的这个思考方式 譬如说是否还是要继续维持两岸的交流跟合作 是应该要更开放还是更保守 这个就回到所谓蔡英文蔡主席谈的维持现状 如果这个现状是不好的 那为什么要维持 如果觉得应该要更开放还是更保守 是不是应该更明确的说法 那么包括服务贸易是否要进一步的发展 哪些产业会受到冲击影响 政府应该要做一些评估 这是就内部人员 政府都应该要有一个思变的过程 甚至跟公民社会 公民社会就包括政党跟这个所谓的青年团体的对话 那么以具体来讲 去年三月发生的反对两岸服务贸易的运动的过程当中 有人是反对黑箱决策 有人是反对这个无条件的反对服务业的开放 哪一种论述比较合理 这些都是要一个思变的过程去讨论 那么不变的部分也就是所谓的不思变讨论的部分 最具体的是今年三月的这个所谓的M503新航线的事件 M503航线是由国际民航组织同意 而且它的这个航线的位置是在海峡中线以西4.2海里 还是有人认为这个叫做伤害台湾主权 这个叫做清门踏步 问题是把这个地图翻开来看 根本不在台湾的领海的上空 那何来主权受损的这个问题 也就是说这样子的情细逊的批判 是没有经过思变的这个过程 我觉得是没有道理的 那么我听过最夸张评论是认为 马政府应该要检讨 为什么民众会上街反对M503航线的实施 也就是这样子评论认定 民众上街抗言M503航线是有正当性的 但站在宪法或是站在水雷集会游行的角度 他当然有正当性 但是他已经预设这样的行为是正确的 而马政府只要去调整自己的措施 但是就是我刚刚前面提到 这是国际民航组织的决议 他航线经过的范围在海峡中线以西 虽然在台湾海峡的上空 但是名字叫做台湾海峡 不代表整个海峡都是台湾的内水 就是这些是一个国际关系或是国际法 知识常识的问题 但是抗议的人士或者是所谓在青年朋友之间 有没有去做思辨有没有去做讨论 这是我觉得应该要去深入思考的地方 那么最后的结论呢 我是引用部委会的民意调查 虽然是部委会的民调 但是他也是委托不同的民调公司 长期的去做一些问卷 所以某种程度上还是有参考的价值 绝大多数的民众还是支持政府 未来继续维持不同不独不无的海海限送的政策 有75.2% 那么也有71%的人认为希望能够推动 官方常态化跟制度的协商 那么最后呢 有66.9% 将近67%的民众认为支持扩大两岸交流 传递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的核心价值 有助于两岸民众的相互了解 那么我认为两岸的交流应该要建立在平等互惠的原则上 以维护民众的利益 解决民众的问题为主要考量 那么要基于谨慎的规划跟客观的分析 秉持着这些原则才能够近日各区扩展两岸交流的成果 谢谢各位 接下来这个秦阳兄呢 用很多很具体的数据来解析两岸关系的发展状况 显示着非常招实的学术功底 而且提了很多很有 我觉得很值得反思的一些问题 一会儿咱们可以去这讨论 好 谢谢秦阳兄 现在咱们起归信 尊敬的各位先进各位朋友 大家下午好 我是来自中国社会院台湾研究所的神贵新 非常感谢主办单位给我提供这个一个机会 让我在这里跟大家发表我的一点浅见 那么就是刚才主任也谈到了 就是我们这一节讨论的主题呢 是两岸关系的一个未来 主办单位将这一节交给我们这几位青年学者 一方面可能说是用心良苦 另外一方面可能说是寄予了厚望 因为我们常说青年是国家的一个未来 是民族的一个希望 同时呢 青年也担负着时代发展的这些一个重任 也是我们两岸关系未来发展的一个主力军 所以因此就应该将这个畅想 未来这个任务交给我们年轻的学者 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一个事情 但是刚才我们那几位青年学者也谈到了 要畅想这个两岸关系的未来 回到这个两岸关系的这个东西上来说呢 它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件 因为未来往往是看不着摸不着的一个东西 你既要脚踏实地的去立足于现实去畅想 同时你又要发挥你的主观能动性 发挥你的青年的一个创造力 所以说这个难度就比较大 但是既然让我们来谈到两岸关系的未来 我还是觉得我下面从两个角度来谈谈我对于这个两岸关系 未来发展的一个是一点浅显的一个看法 我们讲到这个未来它可以分为短期的一个未来 和一个长期的一个未来 那么我就这个短期的未来也提两点看法 就这个长期的未来也提两点看法 那么我的第一个看法就是第一点和第二点看法是针对短期的 第三点第四点是针对长期的 那我的第一点看法就是关于两岸关系总体一个发展的一个状态 我认为两岸关系的一个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节奏放慢 阻力增大变速增多的这个新的一个阶段 过去的七年多来两岸关系发展就是取得了一个显著的一个成果 并且解决了过去六十多年来累积下来的一些问题 同时创造了一个非常多的一个和平的红领 但是这样一种快速的一个发展 我们想一想 七年多之内解决了六十多年累积下的这个问题 当然是有的人可能会觉得这个速度远远快 所以说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 这种快速发展就给台湾社会一个心灵造成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冲击 同时呢也让一些台湾民众对于两岸关系发展的一个现状和未来 产生了一定程度的一个担忧 甚至可以说是恐惧 所以说这在过去的这个反复方运动当中 得到一个比较集中的一个体现 但是呢就是说就是在这一些反复方运动 以及去年底就会选举的这一个 一系列的岛内政局的一个变动 一个变动的一个冲击之下 两岸关系发展已经发生了一个明显的一个变化 我想就是说现在目前来说 两岸关系发展刚才我讲了 进入了节奏放慢阻力增大 变速增多这一个新的一个阶段 未来这个两岸关系它的一个发展速度 可能由我们之前所看到的这个 快速发展的一个高温期 像一个平缓发展的这样一个 就是一个渐进的一个长温期的一个过渡 而且未来两岸关系发展一个阻力 应该是面临一个正大的一个情况 这是第一点 就是我们短时间之内 可能四五年之内的这两岸关系发展 可能会面临的这个状况 那么第二点就是说也是短期内的 我认为就是台独对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 一个现实威胁它是在增大的 这个我觉得我从两个角度来讲 首先从这个时间点上来讲 目前无论是岛内政局还是两岸关系 都处于一个重要的一个节点 但是这个节点过后 两岸关系能否维持和平发展一个状态 台湾和平能否维持这个稳定的一个状态 现在还有很大的变数 对此就是我们大陆方面的习总数据 他是明确地讲的 今天我们上午有很多学者也提到 这个基础不劳 地动三样的这个情况 同时在那个与朱立伦主席会面的时候 明确地将这个地动三摇 就是有相关的一个阐述 说到如果说否认这个九二公司 这一两岸关系发展一个基石 搞那个一边一国 搞那个一中一台 那么就会损害民族国家人们的一个利益 就不可能会有和平 也不可能会有发展 所以说就是假如说未来上台的一个政党 他如果说否认这个九二公司 搞一边一国和一中一台 那么两岸关系发展 必然会重返这个动荡 重新遭到折抬 这从时间点上来说 其实从那个社会市场上来讲 我觉得就是目前值得警惕的一个东西 就是目前一种新型 台独里面的一个新型 因为过去我们讲的一个台独 他有追求那个台独 这个法理台独这一种状况 他也有就是在借壳这个中华民国的一种 一个台独 他就讲的中华民国是台湾 台湾是中华民国 但是现在有一种新的一个台独 也是岛内有些人提到 台独已经是一种天然成分论的 这一种新型的一个台独 它慢慢成为 尤其是成为年轻人心中的一种意识 所以说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 这种意识对于两岸关系 对于两岸关系的威胁 它不仅仅是影响到两岸青年的一个交流 你想如果是抱有这种观念的青年 跟大陆抱有一个和平统一的这一种观念的青年 他们交流思想会发生成怎么样的一个碰撞 当然也可能会回到现实当中 会对于两岸关系发展的一个现实 也有重大的一个冲击 这是我刚从短期内的两岸关系的未来谈的两点开发 那么从长期上来说 长远的一个角度来说 那么我觉得就是未来很长的一个时间之内 两岸关系发展可能会 也应该要 顶着我讲的这个八个字吧 可能把这八个字的一个方向去进行一个发展 这八个字具体来讲就是一个尊重现实 一个是携手共进 那么讲的第一个尊重现实呢 就是尊重两岸关系发展的一个现实 和一个两岸关系发展的一个时代潮流 那么目前来讲 我们所看到的一个现实 两岸关系的一个现实 就是两岸的多数的民众 都支持这个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不希望台海继续发生动作 不希望两岸同胞兵容相见 这是目前的一个现实 我觉得这未来两岸关系发展 参与两岸关系发展的所有人 都应该尊重这个现实 那么至于这个目前的一个大事 就是时代的一个潮流 我觉得刚才讲的 这个和平发展 这是一个时代潮流 另外一个大陆的一个发展 大陆的实力的壮大 也是一个时代潮流 那对于两岸关系发展的 一个影响能力 一个阻挡能力 日渐增强 这也是一个时代潮流 所以两岸民众 都应该清晰地认识到这一点 不能够逆历史潮流而动 尤其是对于那些 做不到就是做不到的 那个台独的一种分别行为 更加不应该逆历史潮流而动 这是我讲的那个 对于未来的第一点看法 第二点看法 我觉得既然谈到了这个青年的一个问题 谈到了未来的一个问题 我就觉得有一个携手恭敬的一个问题 我觉得我们应该携手重新地 开通两岸关系 美好的一个未来 我们的大陆的领导人也讲 一再地强调 两岸同胞 它虽然隔着一道浅浅的台湾海峡 但是命运从来都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我们回顾历史也好 还是立足现实也好 我们看到的一个历史规律 它都是证明 都有的 都证明这样一个规律 民族的强盛 它是同胞的共同之福 民族的一个弱乱 它是两岸同胞的共同之祸 所以说两岸同胞 尤其是两岸青年的这个同胞 就在这样一个时代的一个背景下 我们需要齐心协力 共同推进这个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同时齐心协力 去共同追求民族振兴 人民幸福的这样一个 共同的一个梦想 总之就是说 我的一个结语就是 历史对我们来说是不能选择的 那么现实呢 是可以把握的 那么我们未来是可以开放的 所以说我作为一个青年的一个代表 我是希望两岸关系 发展的一个前景越来越好 也希望我们两岸青年 在这个交流当中 共同的一个增进我们的一个友谊 增进我们的一个了解 谢谢大家 好 刚才会先提醒他自己的观察 觉得说现在两岸关系呢 是进入节奏放慢 主力增加 变数增大 还是说现在是这个台独 不得是新型态度呢 对岸关系威胁呢 再增加 这样的观点 大家这个容易同意 太后我们可以接着讨论 我们现在请 韶少兄 首先感谢主办单位提供这样的机会啊 让我们大家可以在这边谈谈的爱和关系 所有人年轻学者呢 实在十分爱你 刚才主持人说三十岁上下 其实我已经是快要四十岁上下 四十超过四十岁 但我在谈到我的内容之前 应该先想一个最基本的问题 年轻人跟老年人有什么不一样 在学校上课的时候 学人问我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 我拿这个当开场白 后面呢拿这个来当结论 年轻人想改变世界 老年人呢只想改变年轻人 台湾啊跟民进党是比较年轻的 与其说改变世界 不说对这个世界是有期待的 那么老年人为什么要改变年轻人呢 那很简单吧 因为其实对现状呢 有任何的一点点的依恋 所以说呢应该讲是说呢 是希望能够站在一个比较保守 跟维持的这个立场 我想这是年轻人跟老年人的差别 这是第一个我的开场白 第二个很重要的地方是 未来谈未来太沉重 当然我记得一句名言 未来 未来是什么 未来是从啊过去每一个当下 跟每一个过往 曾经走过的路啊 所累积而来 否则要去预测未来 我们还不是要从当下 跟过去的历史轨迹来看待 那么两岸关系走过什么路呢 我认为呢 基本上有很大的差异 走哪些路 我认为是向左走 向右走 还有向内走的问题 这其实最简单的 两岸关系的三个变数 两岸关系的国际因素 两岸关系的大陆因素 两岸关系的台湾因素 向左走为了什么 向左走只是为了经济互赖 向右走为了什么 为了国际战略 向内走是为什么 为了台湾的主权跟民主 可是两岸在过去走的路径 跟走的路的过往之中呢 基本上是有很大的差异 起码在这三个道路之中 它的偏好跟它的比重是有所不同的 怎么说呢 我就讲民进党好 民进党走的路是什么样的路 它走的是由下而上 由内而外 从台独党纲 从台湾前途决议文 从正常国家决议文 我们对我可以看到这样的趋势 它看待是民主主权 我们代表大家可以讨论 究竟什么叫法力台湾 但我想说我们先把这些价值的偏见 放在一旁 它走的是先从下面 从基层 走的是从民主 从主权跟人民的感受 所以这叫由下而上 由内而外 但这有什么问题呢 这问题就非常非常的明显 你从台湾的自我 从台湾过去的发展来看 自无问题 可是显然犯了一个很大的矛盾 什么样的矛盾呢 只见树木不见树林 只见木不见树林的问题 它是由下而上 由外而内 但是我们来比较 九二共识 新形态的大国关系 或是一态一路 或是和平发展 和平崛起 我们可以发现 思考的基本点不一样 为什么 是由外而内 由上而下 这反映的是 两个思考模式的落差 是不是在两岸关系 过去走过的路之中呢 大陆跟过去的国民党 基本上思考也是从国际啊 是从两岸 但我不是说这是零和 不是说任何一方所提起来 论述就失去了 这三者之间的平衡 但我可以发现 就有这样的差异 也就是不论是书企先生 所创造的这个建构的九二共识 或是说呢 习总书记 或是胡锦涛主席 或是郭锦涛主席 或是郭锦涛提出来的 合并方案 合并决起 心情太大了 我们系组看到 这样走过的路 显然都有它笔纵 跟编号上的差异 怎么办 我刚才提了几个问题 第一个年轻人跟老年人 之间差别 第二个走过的路不太一样 那第三个怎么办 怎么办的问题 我觉得比较简单 我觉得不要那么沉重 只要在台湾的年轻人 听到历史啊 集体啊 使命啊 可能会昏倒 就是在学校教书 我们的台湾的年轻人 不太是这一套 对 你刚才讲国际啦 历史啦 使命啊 内战啊 为什么老年人有感受 有感觉 我刚才回到第二个问题 因为这毕竟曾经发生过 这叫做过去 但是呢 台湾许多年轻人 考虑是当下 如果我们要想未来的话 这是第一个矛盾点 我刚才所说的 第二个是走过都不一样 那第三个问题 问题是怎么办 怎么办问题 就是平衡吧 三者之间的平衡吧 对不对 哪三者之间的平衡呢 我说过那个向左走 向右走是传统的思维 这是吉迷的话 也是孙燕姿的歌 向左走 向右走 可是其实台湾多了一个新的变数 其实是向内走 刚才几位朋友都提到 太阳花学运 或是台湾这几年的公民社会运动 我想民进党过去 在这个议题之中 它占有它的制高点 所以说那太阳花学运 公民社运动 仿佛在许多朋友的眼中 它好像就比较情绿 我不这么认为 那是因为走过的路 它基本上 它总是有个路径依赖关系 过去这个是明像走的路嘛 但是呢 为什么我们在看待九二共识 或是和平发展 和平崛起 信息一下大陆关系的时候 某些朋友觉得它是比较稳重的道路 因为那是人家过去走的路 所以我觉得怎么办 怎么办应该是 剩三者之间的平衡 而且我们现在不就这么做吗 我想张志军主任 所提出来的三中一清 不就是开始考虑到 或者这一次的这个国共论坛 我想都已经提到了 台湾现在正在发生内部的失误 这不就是一种平衡跟调整吗 这是我认为两岸关系 可以看到的未来的激起面的一部分 民进党没做调整吗 民进党当然有做调整 为什么我们可以看到大陆的调整 大陆就是看不到台湾的调整 或是民进党的调整 对不对 我想两次中国事务委员会 第一个提出的三个有利于 三个有利于跟三个坚持 不就是以过去的内政的考量 开始想要跨出去 三个有利 哪三个有利 不就是向左的有利 向右的有利 跟向内的有利吗 民进党过去要老是只有处理 三个层面的问题 中的第一项 台湾跟中华民国是什么关系 不就我说的 由内而外 由下而上 所以老是纠结在 中华民国是台湾 台湾是中华民国 或者台湾前途决议文 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调整 跟改变 如果要看未来的话 如果大陆都提出了三中一清 那台湾或是民进党也提出了三个有利于 或是三个坚持 或是所谓维持现状是说 为什么这不是一个负责任的态度 为什么这就不是一条道路的修正跟调整呢 这是我第三个说法 第一我说年线跟老年线的差别 第二是两岸之间的路径有所不同 第三我认为该怎么办 怎么办呢 说法非常简单 怎么办的说法就是平衡吧 这三个之间呢 如果有所拼费的话 我想两岸关系必然不稳定 所谓的地洞天一逃 我觉得大概平衡了国际 平衡了过去的两岸之间的一些老年人的 我的老年人的意思不是指责 旧的思维 我是个地洞天要没有考虑到那年轻人 或是台湾的内部的这些转变 或是我刚才所说的 想要改变世界的这些比较年轻的年轻人的想法 最后的结论是什么 我想在美中台红蓝绿 这个大的跟小的三角之中 谁是年轻人谁是老年人 我这个年轻人老年人无指责之意 显然台湾跟民进党是比较年轻的 显然美国或是大陆 甚至国民党跟共产党 基本上它是不是有历史传承的 如何在年轻跟老年人之间 在稳重跟创新之间取得一个好的建构 我刚才提出的小小的想法跟出路 就是平衡 在这三条道路之中去学习平衡 而且必须要能够欣赏到 大家所选择的这个平衡 台湾必须要看得到 大陆也必须要看得到台湾 也看到台湾民进党 或看到台湾除了泛兰镇以外的人心 这是第二个 最后我有一个小小的期待是 就是民进党大概在做调整 这个调整我觉得也非常有趣 我刚才说过的 从大概从由下而上 由内而外 开始看到了两岸的因素 看到了经济互滥 两岸经济互滥过去所走过的市值 至少这样的速度比较快 应该是2008年以来 也看到了国际关系的改变 再平衡或从南亚洲 甚至一旦一度跟亚同航的议题 但我觉得比较重要的地方是 如果作为一个可能执政的政党 民进党应该还要思考是 如果大陆等其量地提出了三中一清 那么民进党除了考虑到两岸关系之外 对于中国大陆内部的发展 对中国大陆的新兴的势力 或者是中国大陆的年轻人 有什么期待跟想法 这应该是值得考量的 所以最后想说的是 回到我一开始所说的 年轻人想改变世界 老年人想要改变年轻人 其实这也就是变跟不变 这就是期待跟塑造 这也正说明了未来正是在变动中的 所有的未来还能回到我刚才一开始所讲的 都是由过往跟当下所走过的路径 所发展累积而来的 所以我对未来是在那乐观 只要能够看得到彼此的变化 能够在这三条道路之中 做出平衡式的修正 我想问题并不大 谢谢 与小研究员呢 除了提出老年人跟青年人的区别 还提了一大堆的方位名词 上下左右内外 不同的方位从上下国民党 民进党共产党都不太一样 还提了一个我很喜欢的歌手 孙彦智 孙彦智 好 这个 谢谢李庄兄 这个 您的问题一会儿咱们可以接着讨论 咱们现在请静智熊 在场各位贵宾大家好 首先要感谢主办单位给我一个机会 然后其次是我是抱着动文口试的心情来到现场 因为这发言稿其实我三年前就交了 但我从上睡一睡觉得不同 所以我晚上又回来又改了一篇 然后到现场的时候我看一看 诶还是原来的好 所以我决定照我原来的家 因为在场的不是我的前辈 就是我的学长 或是我老师 或是我老师的老师 所以我心情其实有点惶恐 然后回应刚刚那个 严老师说的就是 世界是你们的 世界是我们的 也是你们的 但中规是你们的 这是毛主席说的话 就是年轻人朝气同活 你们就像八九点钟的太阳一样 那我现在就陡膽来当一下八九点钟的太阳 对 因为我个人认为现在 的确大家争论的是九二共识的有误 那我刚刚听了一场 我发现的确现在的焦点在于说 民进党到底成不承认九二共识 然后不承认九二共识 对岸会有什么反应 我们刚刚上一场 很多讨论都是在这一边的 那这个东西 我真的是比不上各位前辈 我只能谈一谈我自己的个人观察 所以我想谈的是说 从太阳光运动以来 台湾政局的基本的概念 那大家觉得很奇怪 两岸关系应该是双边关系嘛 为什么要谈台湾单边 但是就大陆的对台政策来说 其他从1980年代行程以来 一直都是稳定的 它的需求就是和平统一 一国两制 在一个中国原则下 什么都可以谈 这个是历任领导人上来以后 都不会有改变 那反倒是台湾是 只要领导人一根点 它的对陆政策可能就会有不一样 最奇特的是在一个领导人的任期内 它可能还会不一样 所以我现在想要谈的是说 在台湾2016之后的领导人 他会面对的这个基本政治格局 会对他的选择产生什么影响 那如果中国大陆仍然坚持和平统一 而不是以理解放的话 他也必须注意到说 台湾基本的政治格局 对他来接下来的选择有什么影响 那为什么我觉得太阳花这个东西很重要 就是说我认为 如果比政治市场来考虑台湾的 基本政治格局的话 在太阳花之前 台湾的政治市场 其实只有统独这一种的差别 但是在太阳花之后呢 它被左右拉开了 现在我们还关心说 社会经济政策 能配正义 社会正义这些议题 这些会反映在投票行为上 所以这是我认为太阳花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那大家可以翻到我的这一篇稿 三十七页 我为大家画了一个图 然后可能因为在复制上去的时候有一点点跑掉 所以我现在把它修正一下 图一的部分就是本来只有一个轴嘛 就是政治市场的话只有统跟毒 然后这边有两个的 市场就是它用工需来考量这个政治经济嘛 然后提供毒 偏毒这边的产品就是民进党 偏同就是国民党 对 那其他还有一些小党就是更偏同或更偏毒 比如说新党或建国党 但他们无论如何都在这条轴线上面变化了 对 而且这个提供这个政策的差别以外 其实国民党跟民进党在其他的政策方面其实是非常类似的 就是我不是说完全一样 但它的差别其实不大 就像我这边提供一个统计数据 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发现 从陈隋炎总统你来 他所长讲的一句话叫做拼经济 对 然后据非正式的统计 那这个统计就是PDV来的 就是台湾年轻人最长用的一个媒体就对了 他说陈隋炎总统八年之内提供了 说过28次要拼经济 那四个月就要提一次 对 那马英九呢 我这边没写但他其实也有这样一份统计 他大概是讲14次 而且他在2014年的元旦公告 也就是太阳花之前 他也说2014年之前只有一个重点 2014只有一个重点就是拼经济 所以我们会发现说除了统图差异之外 国民两党他在经贸政策上面 其实都是非常类似 都是以经济发展为主軸的 然后他的两岸政治的镶嵌在这一套经贸政策之中 比如说民进党主张就是 中国只是我们的贸易伙伴之一 我们不应该放弃其他贸易伙伴 所以我们必须维持台湾主体性 去维持两岸关系 一边维持经济发展一边维持台湾主体性 那国民党是认为 我们中国大陆是台湾不可或缺的市场或工厂 因此两岸政策 我们必须要跟对岸维持一个 以九二公式为基础的两岸关系 在我们才有可能促进两岸发展 我们才有可能促进经济发展 好那民进党八年执政之后 国民党这一套论数在市场上 获得了选民的青睐 好所以零八年马英九就选上了总统 那你选上了之后 我们当然期待说 我们买你这套产品 我们希望接下来能看到 接下来的效果 就是你说两岸关系好 就会有好的经济发展 好那我就要去检测 你们这个产品到底合不合用 严格来说 马英九这执政七年期间 它的经济表现其实不算太差了 就是你回去看 虽然跟陈水扁比没有那么好 但是就像我们张胜和财政部长 他今年所说的就是 现在的GDP已经从七年前的成长 百分之零点七增长到百分之三十 百分之三点七四 好那就这样来说 我们就会发现 就是大家都会在这七年内 有一个感觉就是 你的数据跟你实际的感觉是有差距的 对你经济有成长 但是我们还是看到 我们的薪资水平没有成长 然后我们的房价越来越高 然后这一群人会有最有感的人是谁 就是四十岁以下的年轻人 所以他会开始反思说 两岸在提供经济发展 作为国家主政者的主要责任的时候 你就会想说经济有发展 但现在的问题 好像不是经济有没有成长 而是我自己分到的比例有多少 这时候你就会去注定其他的问题 比如说成长之后 分配的是不是全部都跑到财团身上 然后当对马政府一路以来的政策不满了 这群社会力量在318那一天去围了立马院之后 接下来这一股就是不换革换不均的社会力量 就跟这一群的力量一起结合成了太阳花的运动 然后最后反映在九合一大学上 然后导致民进党胜我们党派的这个局面 这是我个人对太阳花的诠释 那这个对我们现在要面对的局面有什么影响 就是你们大家现在应该已经发现说 现在好像已经没有人在讲平经济 就是我们的那个行政院长毛治国上台之后 他讲了四点 把它记下来 他说为年轻人找出路 为老年人找依靠 为企业找机会 为弱势者提供尊严的生存环境 是他接下来的生存重点 里面还是有经济发展 但已经变成了四分之一了 就是我们可以发现 在现在拼经济已经不是主轴了 现在这个政治市场的主权率 是强调合理分配跟社会争议 就是让一般人他能拿到的小笔变大 而不是在跟过去强调我们就是把笔做大 对 那我们可以发现就是说太阳花之后 它衍生出来的各式各样的政治团体 或是社会团体 有直接投入政治的 比如说时代力量跟社会民主党 那没有直接投入政治的 就是导播前进跟民主斗争 那刚几位先进都有谈到 就是台湾年轻人 现在有所谓的自来独的请教 就是沿用文革的时候 自来狠这一个用法 就是他天生下来 他就觉得中华弥国是一个独立国家 碳化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 就是说他把台独这两字去 现在讲台独不会有人在觉得你很奇怪 你想干嘛 就是我个人是骑摩托车的 然后你会发现摩托车后面的挡泥板 后面已经出现了台独两字 就是台独 台湾是我的国家 我主张台湾的 这些东西已经出现了 那除了这一方面以外 他在社会经济选项上的话 他就会比较偏向说 他要提供一个比较社会公平 而不是经济发展的这个选项 然后大家可以看看我这边的图2 就是你左右拉开之后 民进党在37页的图2 你左右拉开以后 这个图变成有S轴跟Y轴 民进党跟国民党仍然在右边 因为他可能是从过去的政策移序 就是比较偏新自由主义这一套 但是你从左边的这一套 你会发现说 你记得一些第三势力出来 所以第三势力强调就是社会分配 社会正义 但是你会发现很奇特的是你的左下角 左下角就是偏同 但是社会经济偏左这个部分 是没有人提供的 然后这会发生什么现象呢 当我在统独意识上面不是那么强烈 但是我的社会经济形象偏向左的时候 我就会往上比 听着想要一分钟 不好意思 这就是我觉得柯文哲为什么会赢这么多的原因 那我接下来讲一下 就是其实国民党他的政策有做调整 民进党他的政策有做调整 但是调整的最快的其实是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在太阳花之后 马上就说我们要三中一清 我们要马上针对这些我们以前统战不到的对象 改变我们的政策 然后在2014年的12月31号范立青被问到一个问题 就有一个媒体问他说 有人说现在两岸交流的成果都集中在特权阶级上没有什么看 我本来以为这个媒体可能是中国时报 可能是自由时报 但是他竟然是中央电视台 代表中国大陆也有这个认识 然后我认为现在这个情况就是说如果现在国民党还没有办法 或是偏统的这边还没有办法提供左下角的这一块的政治选择的话 未来在至少2006年总统大选后两年之内 这个政治格局基本上是对民进党有利的 那就对中国的对台工作带来的一定的挑战 以上是我的发言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这期节目的分析 我们现在还剩下25分钟的Q&A的时间 我想这样就是说 你可以提问题 像咱们六位这个与谈人的提问题也可以发表自己的观点 但是时间最好要超过三分钟 好 咱们现在开始 哪位 好 那边穿蓝色衣服的那边 方便先自我介绍一下 好 主持人以及于他明明明 各位会先听大家向我说 那我是原来自政治大学国家码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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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码 今天主要是想要请问一下这增加进政治码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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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码 請問三位 實際上多元議題是歐洲聯盟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格言 就是認為說在類型化的過程當中 各個會員有保留他們自己各自文化、各自的特性 所以他們可以在這個一統的架構之下 事實上還保留自己的特色 我們大家也非常清楚說 所謂的歐盟的架構 歐盟的典範對於中國大來說 是不適合用在兩萬商務 因為它要出權利害 所以把它改為歐洲經驗 因為歐洲經驗的部分 很多人都可以接受 就是說我們在一個大框架之下 但是在彼此尊重彼此的差異下 來共同的發展 可是這個問題在於說 我們現在對於大一統這個框架 是有不同的表達方式 就是因為有這個不同的表達方式 使我們忘了 事實上我們是針對同一個東西在做表達 而不斷地在質疑對方表達的東西 而且是在吃我們彼此的豆腐 而忘記了 事實上大家也許試著都在摸了同一隻大象 但是歐洲非常清楚 它就是說我們正常就是歐洲 可是我可以彼此對於歐洲不同的定義 在合作的過程當中 我不會否認你的存在 我不會否認你的主張 但是盡量在大家可以接受的範圍裡面 達到一個共同的政策 共同的合作 我覺得現在兩岸最缺乏的就是 當我們彼此在也許在政治算計 或是對於兩岸中期的安排 都希望能夠朝向對自己最有利 不管是一國兩制 或是台灣獨立的擺盪當中 所以我覺得歐洲的景點 事實上是可以給大陸給台灣人民歧視 對未來的發展 也許我們要對於這個大一統的架構多交流 好 謝謝 謝謝主席 我是中文化大學中山與中文化大學研究所 唐建國 我想對於剛剛超與上先生的那一個說法 提出一點我的感想 就是說我非常同意你的一些分析 剛提到了青年時代跟老年時代 上跟下的關係 內跟外的思維 這些都可以讓我們對於朱里南的關係 增加一些思考的路徑 但是這邊很少的一個dimension 叫做兩岸實力的對比 強弱大小 如果你再把強弱大小 這個因素考慮去 剛剛你的分析架構裡面 可能有一些論點 是稍微有點把台灣的分量 把民進黨的分量應該太高了 這點恐怕是我們在這個問題探討上面 我們還需要再進一步去探討 因為我過去這幾年在做兩岸產業合作研究 會發現到 當我跟社台系統之外的其他大陸的部門 比如說像發改委 像工信部 像商務部 像執檢總局 跟他們在討論的時候 會發現到 我們在關心兩岸關係的人 我記得呢 開放就有類似的論點 我們在關心兩岸關係的人 有時候也會呢 這樣有點呢 見數不見理 在整個中國的大發展戰略裡面 我們必須要面對一個現實 兩岸關係 在中國大陸整體部局中的分量 正在下降 這是因為中國大陸崛起之後 必然的一個趨勢 所以包括在座的我們 這些關心兩岸的朋友們 以及我們在未來 再去做兩岸關係分析的時候 恐怕都得把這個 所謂強弱、消長、變化 讓我們帶來的 謝謝 好 謝謝 我希望分享他的觀察 這位是否可以 是信任的嗎 各位在座的學術先進 大家好 今天聽了一天的 各位學術先進的分享 其實感觸蠻深的 我現在沒有什麼問題 我只有三個很大的感慨 跟各位來分享 因為自己本身也是年輕世代 第一個我覺得說 現在台灣跟兩岸之間 太多的機會主義 跟現實主義 而比較沒有了理想主義 這個理想主義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大家對於整個未來 不管台灣夢也好 中國夢也好 大家對於未來的期許 我覺得這其實是非常可惜的事情 大家把自己的格局都做得比較小 第二個 我覺得大家 剛才因為台上也有幾位年輕的朋友 在分享 我感覺到台灣現在 在慢慢有一種分的感覺 那分的感覺是 不管是世代 或者是階級 或者是整個台灣之間 不斷地強調這種差異性 我覺得這個差異性講多了之後 台灣內部的團結 也不利於台灣內部的團結 同時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也是不利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第二個我認為兩岸之間其實現在存在非常嚴重的理想跟現實的落差 就是大家現在都知道問題在哪裡 現在問題是找出是不是雙貓都能夠 三黨都能夠接這個接受的這樣的一個路徑安排 我們現在不要再發現問題找出問題 而且應該講到怎麼樣具體的 然後找出這些問題的可行性 比如說你不正式九二公司 你不這個回到這個一個中國原則 內容我們不管 這個原則上 未來到底兩岸之間還有嗎 再繼續發展交流的可能性 我覺得這個大家要考慮到 那第三個我覺得現在有太多 大家在這個講了很多的場面話 就是大家每一個人都會講好話 可是事實上我們知道大家都太過聽起眼 比如說蔡英文的一句話或是什麼 我們其實忽略到他做了什麼事情 就是我們大家沒有人不要和平 大家都要監督 大家都要公正透明 要反黑箱 可是我們可以看到現在立法院所有的情況 所有的兩岸私務性目前一籌莫宅的情況之下 這種困境要怎麼樣解決 我覺得不只是在講這個檯面話這些事情 我們已經講了很多年幾十年了這樣講下去 再講下去的話 可能這個輪迴還會繼續再進行 那怎麼樣來解決呢 我覺得一個很重要的就是 其實我們回歸到這個實際 是檢驗人真理的唯一標準 我非常同意剛才趙春山老師 他提出講非常多的看法 他這個文章自製打工了我的感覺 我覺得失去之後可能才是最美好的 大家對於馬政府啊馬一九啊或者是個人 對國民黨有各種各樣的不滿 對於目前的 因為有期待所以可能會有不滿 可是當我們有一天真的 在這個選舉結果揭曉的那一刻之後呢 兩岸的改變巨大的改變 恐怕不是我們能夠短期能夠承擔的起來 大家回到一個最根本的一個 一個名本的社會這樣的精神 我們的生活真的有改善嗎 我們對於自己的歷史責任歷史地位 是不是真的能夠找得到 這是我自己非常大的一個感慨 我是非常非常悲觀的 好謝謝 好謝謝新人兄的分享 非常好的這個感情 還有下面 年輕呢 會不會是有很多年輕的這個二十生啊 希望大家擁躍地發表自己的觀點 或者提問題也行 好 好 自由理 那我就先提問 政治大學民族所紹的 就是想問這個我們大陸的這邊的學者 因為大家一直都會談到說 我們在這個求同存異的過程當中 其實是如果要是能夠重視同 而青雕意識比較好 我們當然希望兩岸之間和平發展的人 都是有這樣一個期許 但是呢 有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我覺得我們大陸方面的這個學者 包括我個人在內 就是我們都應該看到的是 如果是主張抬獨的這一些年輕人 尤其是年輕人 他們本來就是想通過跟你區隔開來 就是想強調他的意 來跟你建構邊界 然後呢 我就可以主張我的獨立 這個是本身就是 他邏輯上是 就不想跟你同 他怎麼會講同呢 他明明 就是有些人是明明 我就知道當然是有同的 語言文化當然是相似 而且包括在這個第三十四頁 這個陳老師的這個文章當中 有提到說 這個主就是新型抬獨啊 這個陳老師在這個論述 新型抬獨的時候 講說是主張抬獨是天然成本 這個其實我們在這邊待的感受呢 它是不是主張的 而是說 就是它是就是民進黨比較強調的一點說 我現在給你描述一個台灣現在 年輕人的一個客觀事實 就是他們現在已經是這個天然台獨 就是原生台獨 不管是本省還是外省 現在已經大家不分族群的出生了以後 從小到大 這個接受的教育這個意識形態 整個就以為台灣就是只有自己 然後呢 接受所有的這個教育也好 或者是他的這個國家的想像 只有台灣這麼大 沒有大陸 大陸就是有的人即使是把對岸叫大陸 他也會把它想成是一個叫做大陸的國家 所以呢 就是他本身想像就跟我們這個 所期許的事不太一樣 所以我其實我自己也很困惑 也希望就是說 這個我們在這個方面上 能夠認清他們現在的一個客觀事實 我們能夠有什麼樣的應對措施 感謝 好 謝謝主委同學 他向兩位大陸的青年學者提的問題 那主委會請你先來 提到你這第34位 好 好 感謝那個少女同學 其實我們對於現在台灣這個新英台獨的一個認識 其實也應該是非常清晰的 這樣一個東西 它有著它的一個特殊的一個時代的一個背景 就是剛才我們的同仁其實也講到了 是李登輝陳水源時期那個去中國化教育的這個產物 所以在這樣一個背景 這樣一個是一個什麼教育背景之下 現在年輕人等於說 對於兩岸關係的一個定位 對於自己的一個身份等等這些認同 已經出現了一些偏離一些疏離 那麼就是我們對於這種東西 該怎麼樣去消解我的一個看法 就是說 還是應該要回到這個歷史上來 我們剛才其實有的同仁也講到了 這個我們青年人怎麼看待這個歷史 和怎麼看待當下的這個問題 我覺得有一個世界上有個責任說得很好 一個人不能忘記 一個民族一個人不能忘記歷史 忘記歷史是一件非常可悲的一個東西 如果說我們加強這個歷史主義 歷史的一些相關的一些知識的一個教育 逐漸消融現實當中一些政治和政治分歧 所產生的這樣一些隔閡 我想未來應該是美好的 所以說總之我們要反正朝這個方向努力吧 這個教育 好 謝謝慧琴 李克 斯特夫妮 其實我一直以來就聽到大家經常談一個問題 就是兩岸越交流 這個台灣朋友 尤其是青年朋友 這個中國人認同是越來越低 就是把兩岸交流和這個認同降低 天然就掛到一起了 其實我認為這是根本就是兩個問題 它沒有直接的這樣一個英文關係 要說交流多嗎 我在這個看現在那個兩岸交流這樣一個人次上 剛才秦南兄也談到了一些數字 表明看這個數字非常大 但是實際上這些人次大部分都是由多次往來兩岸的人造成這樣一個 實際上還有很多 我記不清是從哪個地方看到這樣一個數字 島內大概基本有三分之二的台灣朋友其實沒有到過大陸 那麼其實只有三分之一的人這樣頻繁往來造成這樣一個數量 那兩岸交流表面上看起來是越來越興旺 但實際上它這個人次和人數其實是不能畫長號的 所以我認為這個交流和認同之間是有一個巨大的一個差異性的 我們就是實際上因為交流的不夠 所以才會有這樣一個認同這樣一個趨勢 為什麼中老年人說台灣的朋友說對中國有這樣一個歷史記憶 那是因為他們或是父輩出生在大陸 或者是因為他們的教育是接受這樣一個傳統的一個中國的文化教育 歷史教育 那麼現在新的青年朋友呢 他們經歷了很多是一種分離性的這種教育 而且沒有到過大陸 那這樣一種理解和認知肯定是很陌生的 那這樣一個認同趨勢我覺得很容易理解 就我認為首先要理性的概念就是交流和認同 這並不是質疑英國關係 那麼第二個就是才能認同本身是一個很複雜的東西 這個認同並不是僅僅就是所謂的國家認同 它其實包含了政黨認同 制度認同 民族認同 國家認同 總統的這樣一些認同都是相互交織在一起 最後形成這樣一個匯聚出來的感受 就是我是一個獨立的一個國家的人民 那這樣是很多這樣的一個方向念願的綜合體 我談一個例子就是說 在大陸現在所有人口交流越來越多 那麼很多人從自己的家鄉出來工作 最後生活 那麼他自己的後代 那麼最有所謂的第一代的所謂的外生人 和他的子女所謂的這個第二代 他們的接受的兩岸一個認同更多的是一種在地的認同 他對他的所謂的姑姑 姨姨 叔叔 舅舅 這樣的一些很多留在老家的 接觸的非常的少 對於他們來說僅僅是一個符號 那他們的這樣一個認同就很淡 他們雖然儘管身上流著同樣的血脉 但是他們這樣一個親密感很淡 那等到他們的子女再往下去 可能他們就失去聯繫了 走在路上就是一個陌生人 所以我覺得兩岸的交往認同這個問題 就是因為兩岸的交流還不夠 那這樣的一個交流需要 不僅是達到人次上的一個增加 更重要是一個人數上的增加 謝謝 好 謝謝你們 還有嗎 好 四位先生 你好 各位前輩好 我是夫人大學哲學系的劉燕良 我在這邊有兩個問題想要請教前輩 我想要問前輩就是說 關於中國人的認同問題 就是我們現在發現 就是認為自己中國人的人越來越少 反而是認為自己台灣人的人越來越多 但是這個中國人的問題 我的話我當然是認為 我是來自中國 就是我的根子在中國 雖然我們是外傳人的後代 但是我家裡人代本的祖父 第一頁是這麼寫的 讓我們視線講一下 暗後漢昭烈與劉備自玄德之后一編修 這就證明了我 我的祖先他是來自這個中原地區 然後後來經過多年的輾轉 來到了廣東 然後在乾隆年間的所有人到台灣 但是我 如果我和我周到的朋友這樣子介紹 然後說我是中國人 他們可能會給我一樣的眼光 然後我不曉得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反而是現在的年輕人 很多人都有自己的一個像英文名字 老年人他們可能還有保留他的日本名字 這個清美內地的現象 會不會在十幾二十年後 中國大陸成為世界第一個強權之後 反而中國人認同就會顛倒過來 第二個問題就是我想要問各位 可謂兩岸關係一個中國九個共識 這些我想是非在座大多數的學生 他們很大的疑問 我想大多數的這個清潔學生 兩岸之間都是對這個兩岸關係多少 都有點興趣的 可是在我班上或者是在我學校 我周到同彩之間 我就是跟他們聊這些東西的話 他們好像對這個當前這個兩岸關係 不大感興趣 然後我想其中一個原因就是 我們台灣人對大陸的認識還不夠深入 像我的話 像中國大陸對台灣的這個三中疫情的程度 我是來自中南部的孩子 我也不是附加基地的孩子 這個三中疫情剛好就包含在我的 我家裡面就是多發生了 所以像我們這些中南部的孩子 他們很多人都不覺得 他們有需要去認識這個兩岸 所以我覺得我今天有機會來到台北這個地方 然後我有機會在上個學期到大陸當交換學生 讓我認知到現在中國大陸的絕景 就是絕景 從那邊才會看到 台灣現在還瀰漫著一種那種小血腥的那種氣氛 在中國大陸的時候 我也覺得台灣這個小血腥它根本不是一回事 讓我覺得我應該回來要做一些改變 然後跟周到同學去述說 大陸那邊的經濟是如何 如何如何之類的 然後我想要請教其他的問題 就是我們這些年輕的一代 應該要如何去發展這個兩岸關係 讓兩岸的學子有更多的交流 謝謝 那你隨便是問六個人中的哪一個能不能指定一下 那個中國人認同第一個問題我想要問嘉欣兄 然後第二個就是如何讓我們年輕學子去改變 去發展這個兩岸關係 我想要就詢問主持人彥均先生 我好像是下一場 我好像是下一場 咱們先進去 其實不是 我覺得簡單來說 不管你從哪裡來 你覺得你是誰就是誰 但是這個東西就是說 你這樣擺脫了你的所謂歷史的這個牽絆 但是問題是說人在學習的過程當中 你學習你到底是從哪裡來的時候 就決定了你是哪裡人 你可能有一些血統上的欠點 你可能會覺得 可能我爸爸是在哪裡出生的 我媽媽是在哪裡出生的 所以你會覺得說我應該是屬 你可能會尋根 可是在你的養成的過程當中 你事實上是對你自己自身價值的人的學情 塑造了你是什麼 可能你在就是說你因為覺得 中國文化對來說是一個具有吸引力 所以你才會去看你的祖母 你會覺得 我的祖先是從這個中國來的 所以你才會去珍惜這樣子的文化 很多台灣人其實也事實上 他在學習的過程當中 有些歷史先賣 可是他對他來說 他當下學習的才是決定他是誰 他可能是外展第二代 可是他可能整個都是台圖師傻 他可能是台灣人 可是他因為養成中華文化 他是變成中國人 甚至他可能是爸媽是日本人 可是他生活在台灣 他可能是 然後又在中國台灣做生意 可能他覺得說 我是這樣的不是日本人 我可能更是偏向華人的這樣子的概念 所以我覺得到底你是哪裡人 當然有一些歷史的欠伴 你會決定 可是我覺得更重要的是在 現在當前的問題在於說 這是一個價值制度的選擇的問題 你如果今天說我要選擇 我是哪里人 是因為你代表 第一個我沒有辦法擺脫 我是被given的 我是被選定的 我必須承擔起這樣子的 民主復興的責任 或者是我是一種 於有榮焉的 我本來就應該是屬於這個 讓人家覺得敬重的一個民主 所以我願意持續這樣的舉動 不然的話我可以選擇拋棄他 所以我覺得現在台灣青年 面對說 當我自己的歷史籤伴 是具有中華民族的血脈的時候 我現在到底是選擇 繼承他還是拋棄他 拋棄他 跟選擇他的厲害關係是什麼 很多人到中國大陸去回來以後 決定要拋棄了中華民族的血脈 為什麼 因為他在大陸感受到的 不是讓他覺得驕傲的地方 有些人去了中國大陸 覺得說台灣的主張太多狹隘 因為這才是我們 榮的傳染應該走的 一帶一路的這個方向 所以我覺得現在目前就是 沒有辦法給台灣年輕人 中國夢自己是有參與的榮料感 而是陷入在一種 我可能是被迫 或是我一旦選擇了中國夢 我就喪失我的主體血 我覺得這對於今天來說 他是一個不情願的選擇 我覺得這是一個 當前在台灣的這青年 遇到的最大問題 你如果 所謂天然獨 事實上 因為他沒有這個概念 他沒有說台灣是不是獨立國家 我就站在這邊 我平常都拿護照出去 沒有什麼獨立不獨立的 可是你說我不是一個國家的時候 我說那我拿著這東西是什麼 你全能否定了我的存在的時候 我怎麼會是認同你的 你打了我好幾巴掌 我還說謝謝你 那請問你給我了什麼東西 所以我覺得有些時候是 中國大陸把台灣青年往外推 很多國際參與的學生回來 變成基督 為什麼 因為他在國際社會裡面 看到了 他自己自身 存在被否認的事實 這東西回來跟自己的 親朋好友分享的時候 更加深了他們對中國大陸 不好的影響 我覺得這一點也許 為什麼大家一直在強調說 中國大陸 或許應該在台灣 國際定位上 給台灣更多的尊嚴的存在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影響 以上 好 謝謝嘉靖兄 這個 剛才這位朋友提了一個大災問 就是27年怎麼交流 我覺得在有限的 現在咱們的這節只有兩分鐘 那有限的兩分鐘呢 以我有限的智商呢 回答這個問題實在是太困難了 要回答不好 會認為我的智商更加有限 所以我們還是放在下一集 好不好 好 讓我們大家以掌聲 再次感謝 感謝